聪明好学的小凡突然不愿上学 成绩一落千丈 你恨不恨这个老师 那你还愿不愿意让他去当你的老师呢 愿意 活泼爱笑的真真 整天愁勇满面 再也不敢跨出家门 把自己站在家里 他说妈妈我现在不想出门 是什么让这些孩子突然有这么大的转变 本期平安365与您共同关注 对儿童性侵说不 今年五月中旬的一天 安徽省书城市的汤女士在洗衣服时 突然发现女儿小凡的内裤上 居然有异物并掺杂着血迹 可是女儿才只有七岁啊 越想越怀疑 汤女士不禁打了个寒战 难道女儿遭到他人侵犯 在连续几天的追问下 小凡才说出一个令汤女士震惊的秘密 在上自习课的时候 数学王老师找小凡谈话 曾经把他担骨带到学校放置扫帚的杂物间 老师在中午休息的时间 把我叫到一间小房子里 把我的裤子拉下来拉到旗盖里 事后 王老师严厉警告小凡 这事儿不准和任何人说 如果告诉别人 就不让他当班长 更令汤女士气愤的是 小凡遭老师的侵犯不止一次 那小凡为什么没有告诉妈妈呢 仅仅是因为害怕老师的威胁吗 汤女士说 当问到女儿为什么不拒绝老师时 小凡既恐惧有不知所措 年幼的他不知道老师的行为 对他意味着什么 今年五月 从海南万里小学校长 带六名女生开房案起 短短二十天 发生八起校园性侵案 令今年的六一儿童节 来得有些沉重 这些案件的曝光 非但没有使犯罪分子 有所收敛 这之后的数月 儿童遭性骚扰性侵害的事件 反而接二连分地曝光于公众视野 性侵害 这个家长都没想过的词汇 为什么与天真可爱的孩子 联系到了一起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 中国社会工作研究中心 副主任佟小军 在儿童保护及儿童社会工作方面 有深入研究 他对儿童性侵案件 也进行了分析 上述的案例 和我们最近媒体报道的案例 其实说明的问题是一致的 也就是这些孩子 实际上对性的认识 是很模糊的 然后对自己 如何保护自己的隐私 也是不知所措的 那这个其实存在的问题 就是说 我们不论是从学校也好 还是从家长也好 对孩子的教育 实际上是这方面的教育 是缺失的 在儿童性侵害案件中 大部分受害者 根本不知道 自己遇到了什么样的侵害 而这其中 很大一部分原因 来自家庭 洪峰妇女心理咨询服务中心 心理咨询师王玲 长期致力于 儿童安全常识的普及教育 她曾经针对父母 做过一项 关于性教育的调查 调查这些家长 是否对孩子讲过 如何保护自己的身体 70个家长 只有9个家长说过 那些个61个家长 都没跟孩子说过 要保护自己 都没跟孩子说过 要爱自己 我想那他们一定说过 你的成绩要考得好一点 你要乖 你要听爸爸妈妈话 说的最多 可最最重要 孩子的生命安全 他们却忽略了 没跟孩子说要保护自己 正是由于受传统观念的影响 父母普遍认为 对孩子进行性教育 难以启齿 这个尴尬的话题 究竟该怎样进行呢 重点是告诉孩子 你的身体的一些部位 是有隐隐性的 隐私性的 那这个保护的方式 就是你一定要知道 有人如果触摸了 有人做了 不应该有的动作的话 你一定要跟父母讲 而对于这些内容 童小军建议 从两三岁起 就可以给孩子讲解 与此同时 也要重视培养孩子的性别意识 如已经开始发育的女孩 在上厕所洗澡时 要关门 不能再与父亲一同睡觉 一醒兄弟姐妹间的身体接触 要适度 除了家长的引导 学校在性教育上 也起着关键的作用 心理咨询师王林表示 我国小学性教育严重缺失 他将我国的小学生守则 与英国的作对比 发现在中国小学生守则当中 仅有第四条提到 真爱生命 注意安全 而英国小学生守则 整篇都在讲 如何维护自身安全 在第二条 更是详细的告知 背心短裤覆盖的地方 不许别人摸 对比英国小学生守则 我们国家小学生的安全教育 缺少可操作性的细则 而空泛的概念 很难起到警示的作用 有关性方面的教育 家庭与学校确实做得不够 除此之外 这一类案件的频发 还说明了一个问题 人们对儿童性侵害的认识 也存在不足 安徽省书城市的汤女士 还告诉记者 她曾经告诉过女儿 不要让陌生人触碰敏感部位 但犯罪分子却对小凡说 老师不一样 可以碰 我们在调查中还发现 孩子们普遍认为 老师 邻居 亲戚朋友 这些熟人 不会伤害自己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中心 对2006年至2008年的 340个案件进行统计分析 熟人作案的比例 占到了68% 孩子之所以跟着你走 它实际上是因为对你有信任 那大人一般去找孩子的时候 一般也是介于这样的关系 也就比如说我有糖啊 或者我有平常有这个 来往的这种借口 比如说我带你去找妈妈 或者说我带你去这个 吃什么东西 那这种情形下 一般孩子跟着走 一般都是因为是熟人 童小军提示 正是因为孩子缺少对熟人的防范 才使得犯罪分子有机可乘 当然并非所有人都对孩子心怀不轨 洪峰妇女心理咨询服务中心心理咨询师 你脱了旧衣服我给你穿上 像这样的不公开的 或者他的手在你觉得不舒服的地方 那你就要拒绝 因此我们要告诉孩子 当遇到不好的身体接触时 不管是谁 要敢于说不 并且一定要告诉父母 当然安全教育也并非一蹴而就 父母在日常生活中 如果能给孩子一些引导 就能增强孩子的安全意识 有效地预防儿童性侵害的发生 我们来听听心理咨询师 王玲是如何建议的 我们的孩子在什么情况下 都应该注意自己的安全 比如说不走夜路 自己在家的时候 千万不要给陌生人开门 另外不吃陌生人的东西 不喝陌生人的饮料 不跟陌生人到他不熟悉的地方玩 除了这些日常安全常识 王玲建议家长还应该告诉孩子 哪些地方容易遭遇侵害 尽量远离 容易遭遇性侵害的地方包括 人烟稀少的偏僻场所 人多拥挤的公共场所 其他如上学途中娱乐场所 网吧电影院等 一年两年甚至长达数十年 这些孩子饱受折磨 为什么没有被发现 这些遭受到性侵害的孩子 又将如何继续学习生活 他们能否走出阴影 本期平安365 与您共同关注 对儿童性侵说不 这个漂亮的小姑娘叫真真 是深圳南山区洪基小学的二年级学生 原儿就是这个可爱天真的小姑娘 从2012年8月起 开始了她的念梦 每天中午 小学生们都会午休 作为班主任的母某 会到现场指手 她会把当天值日的女生 叫到面前进行猥亵 与真真一同遭遇骚扰的 还有另外三名女生 在长达一年的时间里 四名女生都没有到同家长 而家长虽然也没有发现孩子的异常 今年五月二十四日的另外一起儿童性侵案件当中 来自河南省南阳市洪百县一小学的十多名女生 被教师杨某进行了长达十一个月的性侵害 在将近一年的时间里 这些女童的家长却一直蒙在鼓里 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中心调查的四十个案件中 最长的揭发时间用时二十年 揭发用时超过十年的就有四起 怎样才能及时发现孩子遭遇了侵害 孩子受到性侵害 其实他表现的特别多 行为上心理上生理上都有一些表现 比如说他经常说疼 你看他坐着歪歪扭扭 走路也歪歪扭扭 或者是身上有伤痕 有亲子的伤痕 或者是原来是很好的孩子 忽然就上课捣乱了 忽然就不听妈妈话了 就是这些所有的反常行为 我们就要引起故意了 针对孩子的异常表现 家长如果提高警惕 就可以及时发现 多数受害儿童正是得不到家长的关怀与支持 而长时间的受到折磨与侵害 抱着两个多月大的女儿 十二岁的小妈妈思思 唯一会做的 是模仿自己的妈妈给婴儿把尿 除此之外 他并没有母亲的概念 一年前 思思还是一名普通的十一岁小学生 今年五月 思思当上了妈妈 生孩子留下的缝合线 像一条大蜈蚣 爬在思思的腹部 这注定是一道难以缝合的伤口 思思就是儿童性侵害的受害者 思思生下的是谁的孩子 思思在李家看来仍然是个谜团 这件强奸案至今充满了疑点 经警方DNA鉴定 一个七十四岁 无亲无子的无保护老人 竟是女生腹中胎儿的父亲 但思思坚持认为 自己是被梅西镇中心小学的三个老师强奸的 由于思思的指控与警方结论截然不同 于是思思的爸爸做出了让思思生下孩子的冒险决定 孩子成为思思一家指认强奸犯的证据 生育后思思总是光着脚丫在家门不愿出门 他的妈妈也未因女儿刚坐完月子不久 而有更多的照料与关系 缠子宴间的事情后 思思的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尤其是周围的人对他的态度 再也回不到从前了 他想去找附近的同学玩耍 原本要好的朋友扭头不愿理睬 一些村民甚至直骂思思不检点 万般无奈下 思思只好离开这个出生成长的家乡 去到一个没有人认识的陌生城市 如果真的不信的话 孩子真的遭遇到了性侵害 那么接下来我们家长的任务 就是说给家长给孩子更多的关爱 我们说不要让孩子受到二次伤害 父母的指责 亲戚朋友的冷眼相对 以及社会的漠视 可能让身心受到严重创伤的孩子 遭受第二次伤害 此时的孩子需要家庭 社会更多的呵护与关爱 除此之外 孩子受到的第二次伤害 也可能是隐性的 比如一些家长或事件调查人员 出于了解事实真相的目的 让受害儿童反复讲述被侵害的经过 殊不知这样看似客观的描述 是在一次次加深孩子对于这种伤痛的记忆 可能会给孩子带来更严重的心灵创伤 与此同时 媒体的过度曝光也会给孩子造成二次伤害 报道的时候 是不是要询问孩子 是不是要报道这个孩子的照片 以及这个孩子的声音 比如说我们最近的海南的这个六个孩子 我们有媒体报道 他们进入了这个当地的这个重点中学等等的 那这种报道 是出于好意 但实际上无疑是给孩子带来了伤害的 我如果是一番的民众 或者我是这个学校里的学生的话 我就会很好奇 我周围是谁 是这个六个孩子当中的一个 那么这种报道 实际上是对这个孩子的隐私的一种报道 会带来后果 性侵害对受害儿童及家庭造成的影响 都是巨大的 性侵害给孩子带来的 不仅是暂时的身体疼痛 甚至可能是终生不孕 性侵害给孩子造成的心理创伤 也是巨大的 有些孩子试图结束自己年轻的生命 家庭 学校 乃至全社会 都有责任去给孩子以保护 也有义务 去引导教育孩子 如何进行自我保护 让孩子远离性侵害 2013年9月9日 江苏省扬州市消防支队南泉路中队的消防员 此时正在对一辆猛烈燃烧的客车进行处置 这辆双程客车已经完全陷入火海中 车辆燃烧的火焰高达一米 不断冒出滚滚浓烟 经过15分钟的紧张的扑救 大火终于被扑灭 此时车内很多座椅和设施被烧毁 车身受损严重 据客车人员介绍 这辆客车来自福建 上午9点左右抵达扬州 引刚刚返城 当时车里只有三名驾驶人员 车子在等红绿灯时突然发生自燃 索性并无人员受伤 目前客车起火原因 还在进一步调查中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